大家都知道韩国美女金喜善吧 她精致的外表于模特般的身材 让金喜善成为韩国第一女神 其知名度远超当今火爆的宋慧桥宋中基 不过大陆人第一次认识金喜善大多数在2005年 那时的她跟中国著名影星成龙合作出演的电影神话家喻户晓 而那首主题曲《无尽的爱》也是她唱的 2007年成名一九的金喜善 在30岁那年嫁给了只比自己大三岁的韩国企业家朴周勇 这一婚礼轰动韩国也让中国的无数粉丝伤心 不过金喜善的老公除了有钱 自己的颜值也是杠杠的 结婚两年金喜善生下一个女儿朴炎雅 金喜善也晒出自己和女儿的合影 女儿网友却对女儿进行人身攻击 这女儿真是亲生的吗 不是女儿整容就是金喜善整容了 此类语言不绝于二 八年过去了金喜善的女儿已经大变样了 她又颜值回击了那些网友 八岁的朴炎雅已经有了美人的雏形了 期待下一个八年她会长成什么样子吧